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些国家看不得中国好 想方设法的要给中国下半诊 澳大利亚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呢 由于自身实力不足 他们总会时不时的闹出些笑话 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中 体会祖国的强大 正值新春之际 澳大利亚又送来了祝福 有媒体报道 此前英国建议扩大七国集团 接纳澳大利亚韩国印度三国 加入成为永久成员国 组成民主时的世皇了 原因是现居其成员国 不愿意把七国集团 打造成一个更强大的反华集团 有居其成员国表示 澳大利亚过于反华 如义法德三国希望 居其致力于协调和解 全球重大问题 而不是成为一个制造问题的反华组织 与中国关系不错的德国担心 如果让澳大利亚加入狙击 会影响欧洲与中国的合作 意大利则担心 此举将影响其参路一带一路 那意思就是 你可别过来呀 要不然中国不高兴 我们都没有好果子吃 这对澳大利亚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雳 我跟着美英两大哥 安前马后的跑来跑去 到了关键时刻 不让我进圈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 中国在当前世界舞台上 所扮演的角色 已经远远的超过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预期 一个有担当 信守承诺 有创造能力 有消费能力的国家 朋友之会越来越多 例如二月十三旅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致电干就任意大利总理的德拉吉 称意大利是中国 在欧盟的重要合作伙伴 中方愿意支持意大利担任 G20主席国工作 对意大利而言 一个是想要挤进G7圈子 有可能会稀释自己话语权的澳大利亚 一个是愿意帮助自己在欧盟中 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中国 该怎么选自然不愿都说 进不去G7意味着澳大利亚此前设想 靠打反华牌进入西方核心国家的路径走不通 不仅如此美英这两位好大哥最近的做法 更是让澳大利亚如坐侦探 英国首相召开外国记者电话会 在针对记者 关于中英未来关系发展的提问时 英国首相新闻秘书表示 英国首相约翰逊呼吁G7国家步调一致 团结合作对抗新冠疫情同时也表示 在这方面不能够离开中国 新闻秘书还表示 英国相信未来与中国还有合作空间 当初提出让澳大利亚加入G7的英国 现在呼吁G7国家步调一致 还称离不开中国这是什么意思 明白着这就是告诉澳大利亚 兄弟吃一食比一死 我也没有办法 就连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几遍 2月11日中国农历除夕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两国元首就中国牛年春节相互拜年 并就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拜登在电话中表示美中两国应该避免冲突 可以在气候变化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 美方愿同中方本着相互忠重的精神 开展坦诚和建设性对话 增进相互理解避免误解误判 两国元首都认为 此次通话将向世界示范积极信号 双方同意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 保持密切联系 这就让澳大利亚很尴尬了 要知道当初董王在位时 澳大利亚为了报警美国大退 跟着他们干了不少坏事 如在疫情源头问题上往中国身上泼沾水 用安全威胁为借口 禁止华为参与澳大利亚物局建设等 引起了中国很大不满 可谓把事都做绝了 怎么到头来美英说翻脸就翻脸呢 只能说五眼联盟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只是相互利用罢了 真涉及到了自身利益 不仅不会两肋插刀 甚至还可能是插兄弟两刀 近一年来因为反华的原因 澳大利亚许多的大宗商品出口中国受限 在澳大利亚缺席中国市场时 虽然表面上其其他的西方国家 赞赏澳大利亚的价值观 但在暗地里包括法国 美国 德国的门友都在积极地抢占 起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1月26日 中国和新西兰正式签署 中兴制贸协定升级议定书 新西兰放宽中支审查门槛 而新西兰99%木材和纸品将免关税准落 对华出口卤制品也将在几年后免税 就在签署协定书的第二天 这个同为五眼联盟成员国 澳大利亚的好兄弟就喊话澳政府 应该效仿新西兰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 多点外交技巧展示更多的中重 这事整的当真是白刀之劲 红刀之初 相比被兄弟插刀的三星事 中国近段时间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 更是让对方彻底的欢了声 2020年12月份 澳大利亚的葡萄酒 对华出口额已经降至了400万美元 与10月份的1.62亿美元相比 减少了1.58亿美元 其中红酒出口受到了打击最大 在去年10月至12月间 澳大利亚葡萄酒业对华出口暴跌了98% 原因是经过反倾销调查 中国决定自去年11月份起 对产制澳的葡萄酒收取212%费用导致的 此前中国一直是澳葡萄酒最大的出口地 在其出口总量中暂比高达39% 至于为什么要进行反倾销调查 澳大利亚再清楚不过 比起葡萄酒 更让安大利亚感到心痛的 是他们的煤矿和铁矿对华销量 每年冬天 中国需要增加进口动力煤 去年12月印尼 俄罗斯 澳大利亚等国 共派出近60艘大型的运煤船在中国港口待命 一旦中国有需要方便随时供货 最后印尼和俄罗斯的船只顺利的卸货拿钱 甚至印尼还拿到了价值15亿美元的新订单 而澳大利亚的53艘船就只能够继续的停靠港口 苦苦的在分钟凌乱 2020年中国共购买了240万吨澳洲的煤炭 相比以往 一大幅削减了82% 造成这个苦过 完全是澳大利亚纠有志趣 如果澳大利亚更多的商品被加州费用 那么该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会萎缩到2.8% 会避免情况进一步的恶化 澳大利亚对中国发出了六次求和的信号 而中国的回应也很直白 1月28日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 如果澳藩希望双方的关系得到改善 并重回正轨 澳藩就需要拿出诚意和实际行动 多一些做有利于中澳互信与合作的事 对此 回过神到澳美不得不承认 是我们先针对中国的 列举了近年来澳大利亚单局 愿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反倾销税方式 阻止一百多种中国进口产品 在全球率先的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 几乎禁止任何来自中国的投资 也禁止州政府和大学与中方的双边合作等 直言道 是澳大利亚率先针对了中国 中国才会被迫反击 文章还称 由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以及中国对其展开的制裁措施 澳大利亚的经济状况已变得相对困难 例如 失去中国煤炭市场 将使澳大利亚每年损失一百五十英澳元 这让我不仅感叹 人要有置之之命 什么事不能办 什么话不能说 澳心里得有数 否则迟早是要遭到报应的